终于终于终于 你懂得万众期待的产品 这个罗德的Wireless Go第二代 我要说Wireless Go系列领夹无线麦克风 是目前市场上最好的 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吧 不过如果你要说反对 我也不接受 大家好我是静 那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把这个签道打在屏幕上 这期视频没有任何的商业合作 或者赞助的成分 产品是我自己花钱购买的 所以请大家放心观看 那么之前第一代的这个罗德Wireless Go 赢得了很高的评价 小巧时尚音质超好传输稳定 算是UP主们人手必备的 这种无线麦克风设备 那么现在罗德推出了第二代的Wireless Go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想说其实吧 从音质上倒是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先别急着关掉视频 也别急着说既然音质一样 我干嘛升级第二代 你听我慢慢给你了 首先当然最直观的就是 这次的Wireless Go第二代 增加了一个发射端 那这会给视频制作的人带来很多的方便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采访 或者说你出去玩耍 同时要给两个人收音 再或者UP主邀请搭档一起上节目 就不会出现一个无线麦交换使用的这种尴尬场面 那另外你也可以将它们以左右声道来进行收音 得到一种立体声的这种效果 那么在外观上和第一代看上去变化并不大 但是因为拥有两个发射端 所以在接收端的屏幕上 你就可以看到两个麦的状态 以及电量还有音量大小等等 那么给大家一个小贴士 在室内录制时 请不要离你的嘴巴太近 容易出现破音的情况 那么这次防风罩的话 是可以旋转卡死的 那第一代很多人抱怨防风罩容易掉 所以这一代上优化这一点就非常的在 好的 那么现在就让我换上这个Wireless Go 来为你们录制接下来的影片 好的 那现在是Wireless Go的录音效果 没有任何的后期和降噪处理和优化 那就是直出的声音 除了之前说的升级的特点之外 那你觉得是不是不够吸引人 那厉害的来了 如果你下载了它的客户端 连接Wireless Go第二代之后 你可以得到一些更精确的声音参数的调节 或者设置为录制无压缩的音质效果等等 另外这一次的亮点之一 也就是很多人使用无线麦克风会遇到一个痛点 那如果在室外拍摄 稍微远一点遇到障碍物 声音会出现杂讯或者断断续续的问题 那最后剪片子时会发现 糟糕 这段没有录进去 那所以罗德的Wireless Go二 加入了一个发射端可以直接录制声音的功能 什么意思 也就是如果真的发现收讯效果不好 或者出现断讯的情况 这个发射端可以录制你的声音在里边 而不是直接传输到你的接收端 等你回去剪辑的时候 发现接收端的效果不好 那连接你的发射端到电脑 可以将发射端单独录制的声音导出 也就是它给你做了一个声音的备份 在你出现信号不佳的情况下 你的声音不由接收端保存 而是由麦克风直接保存 这个就是非常赞的一个设计了 那你还担心无线麦克风 收讯不好出现断讯的情况吗 大可不必 那么在很多的无线麦克风中 会出现的一个情况 我相信你也遇到过 当你把无线麦就是这样夹在衣领 那声音会出现闷闷的声音 因为有一部分声音是从你的脖子这个地方收到的 那么如果无线麦克风没有办法过滤掉低频 你的声音就会听起来不够透亮是闷的 那么罗德的Wireless Go 可以很大程度上的过滤掉低频和高频 让人声保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区间 那听起来效果就是比较透亮清晰的 那么它的收音距离呢 第一代Wireless Go的有效传输距离是70米 那而第二代升级到了200米 那和之前为大家做麦克风测试一样 我们到室外去测试看看 我是真的有点搞不懂这个天气 就是前两天都二十几度了 今天又下雪了 就是零下 这个 那我们现在的话是在这个室外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拿的是这个Wireless Go 2 第二代的这个无线麦克风 那我们现在做一个这个距离的测试 那我现在的话往回走 那就是离这个相机稍微远一点 那当然它的官方距离是200米 我们不可能也走到200米 那我走过去回头相机不见了 也挺麻烦的 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来做一个测试 那我现在往回走 那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这个修讯情况 就是应该不会出现有比如说断讯的这种情况 那音质效果的话应该都是保持在一个 就是和刚才离镜头比较近的这样一个质量范围内的 那我就继续往前走 那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得到就是现在这个距离的这个效果 我应该是在画面中应该是很小的一部分了 那现在是继续 哇塞好冷啊今天 出来穿少了 好的 那大家应该还是可以很清晰的听到我声音 那我也不能再往回走了 我穿不了这个护栏 好的 那我现在就往这个相机的方向 再走回来 就是如果 哪怕出现断讯的情况 就是跟大家有说明的就是 这个Wireless Go 2的话 第二代的话 它的这个 发射端就我手上拿了这个发射端的话 它是有一个声音的备份处理的 那就算如果你回去 在制作视频的时候发现 收讯不是很好 那其实 你可以连接你的这个发射端到你的电脑 你可以把你 它本身给你录好的这个音频的备份用来使用 所以你不用担心就是有这个 断讯啊 产生的这种情况啊 所以就是大家使用上是 可以放心的 那就是这个户外的 这个距离测试就到这边 好的那怎么样呢 很棒是不是 所谓一分钱一分货啊 我当然不认为这是一款 价钱很亲民的麦克风 那大概在2500到3000块人民币 价格的样子 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有买过无线麦克风的经验 对于罗德的Wireless Go 2的效果 你一定是会满意的 那包括我本人啊 也买过很多0033的很多麦克风 或者是无线麦克风啊 但是都会挑出很多毛病 但是罗德的Wireless Go系列就确实是 真香 好的我是金 那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 希望你能够一键三连 并且关注我的频道 也希望你能够在评论区和我互动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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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